登記好這個現在我們請登記第一位的 賴會員賴委員謝謝 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入委會主委 陳平通陳主委 委員長委員好 是 謝謝主委等一下 沒有關係那個主席你們先協商 我都沒有講你不動躺產都在拍了 主委 那還有各位委員 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自從武漢會員爆發 這個疫情爆發了以後 如何協助就是 滯留在武漢的 台灣人順利的 安全緩鄉 這個是大家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那隨著 近日中國的疫情逐漸的一個減反 湖北的這個幾個大城市也陸續的一個解封 我國政府也儘速的安排華航在昨天30號跟29號都有一班 類班機 讓自留湖北的國人終於可以踏上回家的路 主委 在這個 整個協商的過程裡頭 我們知道你有很多的苦 有很多的難 講不出來 所以 本席在這裡 要 跟你非常的感謝 跟你的團隊 非常的感謝 知道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們 為了 國人的一個健康 你們受了很大的一個委屈 那當然本席在這裡要請教你 就是說 昨天的班機 緩台的專案執行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順利 還有 目前 還有多少人 留在湖北的 台灣人有多少 那陳主指揮官 陳時中講的 他說兩岸的負信基礎如果是越好的話 執行 就會越順 那麼就會有 那個越快的有下一次的一個班機 他希望大家去相信 就是說回家的路 不是那麼遠 請問主委 目前跟 中國的溝通 是不是順利 在29號到30號以後 是不是還有下一波的一個 類班機 何時啟動 你是不是後續還會繼續採用類班機的一個模式呢 來 主委 請你回覆 跟委員報告 整體在 第一次跟 第二次這個包機之後 那麼滯留武漢的國人 大概有七八百人 七八百人 那麼昨天還有今天 接回來的 昨天153人 那今天也大概兩百多人 所以這回來以後滯留武漢的這個滯留湖北的國人 不是武漢 對不起 滯留湖北的國人 那麼還有這個四百多人 這個 所以現在留在湖北還有四百多個人 包括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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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完全可以掌控的名單 還有四百多個 對 那因為基本上 從 湖北 飛武漢 飛武漢 經過 今天 昨天今天 這兩梯次 梯次回來以後 那麼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已經差不多 當然還有一些 陸陸續續 還是 有一個 有些人 打消 主委 現在滯留在湖北的台灣人 到底你手上可以掌控的 還有多少 七八百人 七八百人 就是七八百還是八百 扣子昨天回來153 今天晚上大概有兩百多左右嘛 那就 三百五十幾嘛 所以七八百人扣子到三三百多人 還有差不多 三四百人 是 好 這個四百多個人 那 本席在這裡 要跟你做一個溝通 就是說 在媒體上的一個報導 就是26日在我們台灣人的一個群組裡頭 有人去操縱 這個反動言 就是說希望大家 那個 不要 搭 這個華航指定的一個班機 並且要他們告訴 你們說 在 從湖北到上海 這個 路途 是非常遙遠的 是不是 可以用包機 就不會那麼遠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你們怎麼因應 我是有看到跟委員報告 我是有看到 在那個群組裡面有人貼出這樣的 那個訊息出來 那 不過整體 這一次的 因為 不應該用包機這個字眼 應該是 我們是指定航班 在正常的航班之下 因為 台北跟 桃園跟上海 它一直都有航班 華航一直都有航班 中午晚上都有 那 只有這個 我們就指定 這個航班 其他旅客不要搭 專門給 從湖北回來的人 那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主委 為什麼要 指定航班呢 是不是這樣子會少了一些 政治上的一個操作呢 我想因為 這個 湖北除了 武漢以外 已經解封了 你要告訴我嘛 你為什麼要指定航班 為什麼要讓 湖北人 這麼千里挑挑的 做了10個多小時的 一個 路 然後 就是到 那個上海去搭機 而為什麼 你不要用包機的方式 我想我們是提供 多元返鄉的管道方式 包機當然要經過協商啦 那協商其實因為 這個 坦白講 雙方對於防疫的認知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所以要遷很久的 要遷很久的 要遷很久的 是 既然湖北 這遷很久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 中國人有讓我們台灣人 穿小鞋嗎 有沒有跟你很大的一個困境 因為很多事情還在協商嘛 還在協商 協商最主要是 爭取更大的共識啦 讓事情做成啦 那所以說 所以主委你也認為 你也認為就是說 政治少一點 防疫多一點 讓我們回家的路 更近了 是不是 是的 好 謝謝 多元管道嘛 如果因為 湖北 這個武漢以外的湖北地區 他可以 自由行 那就讓他到上海 來搭飛機 這提供一個多元 回家的方式 所以你現在開放了幾個機場 有四個機場 這四個機場在哪裡 他一直存在 就是我們沒有封 大山通啊 有很多機場嘛 但是我們沒有封 北京機 沒有封 上海其實有兩個機場沒有封 但是現在上海他指正浦東 紅橋他已經停了 那這個成都機場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廈門 所以有廈門 有成都 有上海 有北京 四個機場 沒有沒有 這個四個機場 這個原來都存在的 存在的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所以剛才本席 一直在告訴你 有很多的苦根 有很多的一個難 你們講不出來 那我們也謝謝 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你們一直不斷的 就是在 捍衛 我們台灣人 在這個 防疫的過程裡頭 他所面臨到的各種的 一個困難 謝謝 那針對的中國 是不是會停止 ECFA的一個契約 主委 在這裡 我要請教你 是不是會用 中國會用這種 自習性的 一個經濟 來 潛制我們台灣的 一個經濟上的 一個發展 會不會呢 我想 這個 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 ECFA 當初談 當然也引起 很多的爭議啦 但是至少在 早收清單這一塊 那麽 基本上啊 大家也是願意看到 繼續維持下去啦 雖然後續 胡茂協議 還有這個 這個 霍茂的 霍茂協議 還沒有 沒有辦法談 因為要有一個 談判監督機制嘛 但至少早收聽到這個 這陣子 這以來 也是大家 感受到 有一些 獲益 所以我們 不希望 他這個 把這個 停掉啦 你感受到這個壓力 你不希望把他停掉 可是不會因為你不希望 而他不會停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啦 我是這樣子啦 這個 兩岸的關係 非常複雜啦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政治的歸政治 經濟的歸經濟啦 可是在9月份國安會裡頭 他召開的一個 中國升高對台 威脅 還有就是 介入那個選舉的一個 專案會議裡頭 你們很明確 就是 表 那個表態出說 他可能會 威脅 中止 那個 所以 那隨著那個 無安會情的一個延燒 是不是 就是說 也有委員之議 國安局的局長說 會不會中國 因為要平行 內部的一個 民營 所以停止跟我們 繼續簽約呢 我想 基本上 兩岸 這種 互動啊 那麼 這個 過去以來啊 我們可以看到 都有很多狀況 所以我們必須做一些 預判啦 做一些預判 做一些預判 所以我們 國文局局長講 不排除嘛 所以這是一個 預判的 一個scenario 好 這是一個預判 就是說你的一個 超前部署 scenario都要預判 都要去思考 你的超前部署 我看到 那個陸委會在 上一週公佈的 一個民調 你做出來指出 就是說台灣人有高達 76%的台灣人 認為中國 對台灣 是不友善的 這個也創下 15年來的 一個最高的紀錄 那況且美國總統 又在日前 簽署了台北法案 其實這個都讓中國 非常的不爽 所以甚至中國的一個官員 氣呼呼的 告訴我們說 任何抵制 兩岸的統一的 一個力量 跟北京對撞的話 都可能 繞得 粉身碎苦的 一個下場 丁議員說 他就是你跟我們 搶什麼 是不是 我想最主要的 最近啊 他一直在講啊 這個一直指控我們 以武巨統 以義磨獨 這讓台灣人民非常非常反感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 呼籲北京方面應該 認真思考一下 台灣民眾對他的這些 作法的這種反感 一直在指控我們 以武巨統 以義磨獨 這個實在是讓我們民眾非常反感 我們要呼籲北京方面 我也希望你可以超前部署 確保我國的經濟發展 不會受到 這個衝擊 那也請陸委會 對ECFA的一個議題 一個內 一個業內提出了一個書面 報告跟本席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我們賴委員 如果有要繼續 詢 詢問的 可以登記第二輪 這個我們請審發會審委員 謝謝